约安福音一章一节到三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颂读 预备一起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接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接着他造的 阿们 我们低头祷告 慈悲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 早晨的时候 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礼拜 寻求你的面 我愿意清晨聆听你的话 求你借着你的话 来喂养兼顾我们 特别是我们这一周 要为下一周的茶经会 这样特别的成功祷告 求主亲自祝福我们 预备我们 让我们有一颗可慕的心 求主赐福这次的茶经会 让我们这样的茶经 真正带来生命的更新和变化 带领灵性的突破 愿主亲自恩待我们 与我们同在 完全焦脱仰望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在约翰福音 在使徒约翰那个时期 在希腊的世界里面 有一种观念就是 整个被造物 被造界是永恒的这样的存在 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使徒们亲自与耶稣同行 与他同在三年之久 耶稣完成了他救赎之后 升天之后 门徒们便在圣灵所应许的 在耶稣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 他们便带着能力到各处去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永恒的被造界和上帝之间这种 文化上的这样的并行的这种意识 那如何向这样的世界里面的人 见证耶稣基督呢 使徒约翰和其他门徒 使徒们的书信 马太 马可 包括使徒的同工 路加所写的福音里面 成为共观福音里面的视角 完全不同 直接从耶稣基督的这个先存性 讲到他是太初的道 而这个道呢 就是用希腊世界里面 所熟悉的这个logos 万有的原理 万有的秩序 理性等等 当然他所用的道 虽然是用希腊里面的文化里面的logos 但是这个logos的概念 却与希腊人所认为的那种logos 那种非人格的这样的logos的概念 却完全不同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 认识耶稣基督很重要 四福音书都在见证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特别是使徒约翰 他所见证的 写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 像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里面 所描述的那样 让我们知道他就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让我们因着信他 从而从他得到生命 所以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的位格 耶稣做了什么 以及信耶稣基督 带给我们的益处什么 所以他开卷的时候 就提到了耶稣基督是谁的问题 他做了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提到了 他是太初的道 这个太初的概念就像 《创世纪一章一集》里面 七初 这里面不管是指到 时间的开始的问题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所讲的更多的是 在永恒当中 在起初 在万物不存在的 那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也就是说在永恒当中 韩语里面常常说到 在永恒之前 韩语里面常常说到 在永恒之前 这个话本身是并句 在永恒就不存在时间的概念 在永恒之前 永恒就是已经是永恒了 但是在永恒之前 这个概念是矛盾的概念 因此严格来说 在创世之前可以 因为创造那个是有时间的起点 创造的时候时间开始 创造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时刻的开始 所以在创造之前可以 但是说永恒之前的话 这个就是矛盾的概念 因此这里面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创世之前的 那个永恒里面 道就存在 太初有道 在永恒当中 道就存在 那这样的讲述呢 如果我们先从神的永恒性来讲的话 似乎是一个多余的话 神本来就是永恒的 那永恒当中就有神 那为什么正讲呢 是以道成肉身为前提 以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救赎的工作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圣天了 像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 那么为什么要信这位 来了又去的耶稣呢 说到他是在永恒当中就存在的 是以他道成肉身 曾经来到这个世上 又离开这个世界 要相信他 来向他证明 他的起源 不只是玛利亚的子宫而已 他的起源在亘古 他的起源在永恒当中 他是在万物被造之前 他就存在的 所以用神学的一个概念 叫做他的先存性 Logos的先存性 道的先存性 或者说道的永恒性 道与神存在 在永恒当中 道就与神同在 那注意了 道分明 用到与什么什么同在的这个概念 上帝是大家都知道的 道与上帝同在 意味着道和上帝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而这种关系呢 就是他俩之间的区别 道和上帝不同 所以说A和B同在 A与B同在就是A不是B 但是问题又来了一个 道就是神 A与B同在 意味着A不是B 但是A就是B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虽然我们说这个Sales 好像Logos 这个单词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样的浓缩的表述里面 我们透过其他的经文 我们可以知道 道与神同在 这里面的神 就是强调三因上帝里面的第一位格 父的位格 所以在三因上帝里面 父与子在位格的存在 或者是存在样式上 存在形式上 父与子之间有区别 父不是子 子不是父 所以子与父同在 就出现了这种关系 和不同的内容 但是道又是神 道就是神 这个神呢 就不是指位格性的存在 而是指本质 或者是本性 本体 道与神同在 与父同在 但是道就是神 所以证明道的这个永恒性 证明道的先存性 道 太初有道 然后道与神同在 是强调与父的关系 那么道就是神 就强调子 圣子 或者是这位 道成肉身的基督 他在道成肉身之前 他就是神 这道太初 在永恒当中 就与神同在 再次强调 万物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借着他造的 万物 就是所有上帝之外的 上帝之外的 我们所看见的 所看不见的 所有存在的 这些事物 都是借着这位道 太初就存在 然后与上帝同在的 这位道所创造的 所以他又是神 万有又是借着他而存有的 他是永恒当中就存在的 这样的存有 万物是借着他 从非存有到存有 万物的根基基础 存在的基础 存在的可能性 存在的原因 其实是由道而来的 凡被造的 所有我们看见的 所存在的 所有的被造的 都没有一个 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道是神 道与神同在 然后他创造了万有 这样的内容 我们看到 这个西伯来书 十一章里面 更清楚的谈到了 西伯来书的作者和约翰 肯定是不同 虽然西伯来书 作者里面争论有很多 到底是不是保罗 亚伯罗等等 我们具体不清楚 当然 但是他们却做着 同样的见证 西伯来书十一章里面 三节说到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 约翰福音说到 凡被造的 诸世界是借着 上帝的话造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中 这里面说 借着上帝的话 那这里面所用的 上帝的话 不同于约翰福音里面 说到的那个 上帝的话 上帝的道 中文翻译成是道 希腊文是logos 那这里面的希腊文 单词是rema rema 虽然有一些学者 区分什么 agape和这个philos 等等 实际上我们看 约翰用的数是 交互性使用 所以这种严格性的 区分是不正确的 圣经作者 他虽然用这样的单词 但是交互性使用 严格来说不做区分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rema 另一个不做 严格区分的 就是logos和rema 这里面 虽然是借着他的话 我们常常说 前面的logos 好像是畏格性的 logos 这里面好像是 话是上帝宣布出的话 好像是这样 但是我们发现 后面讲着讲着 结果这个话 又是畏格性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 希伯来书 同样 希伯来书一章里面 提到了 上帝这里面 论道词 这末世 借着他的儿子 这就是畏格 的道 那位圣子 道成肉身之后 的那位圣子 道成肉身之后 他的圣子的身份 仍然没有改变 借着他的子 小于我们 这是道成肉身之后 的那个道 又早已立他 为成熟万有的 也曾 借着他 创造 诸世界 这是和约翰弗一章里面 所谈到的一样 万有都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个不是借着他造的 而这个他 就是后面所说的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 诸世界 借着 他的话 所造成的 而且三界 更进一步的说 万物借着他而造的 他是上帝荣耀 所发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这里面提到了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希腊文里面说到了 这个上帝本体 本体是 是说到是 hipostasis 是中文翻译成是本质 或者说本体 或者说后来呢 是位格 现在呢 更多的是用位格 他是上帝的本质 是上帝的本质 是具有上帝的本体 也就是说 他就是上帝 万物借着他所造的 而他又是上帝 所以和约翰福音 不谋而合 同样启示了子的 这位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 这种道的先存性 道的神性 本质 而且又说到 他万物借着他所造的 什么意思 当我们思想 五音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考虑到 耶稣他的神性 那对于我们信主 多年的人 可能不是什么 新鲜的道理了 但是很多的时候 人们常常 特别是现代的教会 随着18世纪 19世纪之后 受到新派神学的冲击 虽然现在正统教会里面 不会说把耶稣当作 这种榜样来看 否认耶稣的神性 但是有一个倾向是 越来越淡化 耶稣的神性 把耶稣作为一个 模范的老师 虽然不像新派神学那样 但是倾向于将耶稣作为一个 他的这样的一位 效法的榜样 固然耶稣是我们 效法的榜样 但是前提 他是神 他是创造 更重要的是 借着这样的 道成肉身的这位圣子 他来实行救赎 因此他的牺牲就具有 无限的价值 正是因为神在肉身当中 为我们死 他才具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再思考 再重视 耶稣的先存性 子的先存性 他的永恒性 所以他的道成肉身 约翰福音十四节 一章十四节里面 他的这个重要性 他的意义 他的价值 无论是从他的道成肉身的 他的那个启示性的层面 还是从他的道成肉身的 救赎的意义的层面 正因为这样永恒的 先存的子 来到这个世上 将看不见的父 向我们显明出来 所以他在这个三个层面 第一个 子的神性 先存性 表述不同 但是其实一个意思 他具有神性 所以他是先存 永恒的嘛 所以在创造之前 在道成肉身之间 他已经存在了 他是神 他是第二位格 与父不同的子 道成肉身 万物 第二 他是万物借着他造的 我们所存有的 包括我们 我们的祖先 一切都是借着他造 当然人类创造 有这样 和其他的创造不同 有一个这样的程序 但是万有都是借着他的 凡被造的 这个凡 就包括了被造物 人在内 所有被造的 都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这种存在的根源 存在的依存性 都依赖于子 那这个依赖于子 不仅是第一次创造 依赖于子 包括人堕落以后 整个万物的复兴 更新 也需要依赖 这位创造的中宝子 那约翰说到 凡被造的 没有一个不借着他造的 他是我们的起源 他是我们的源头 那进一步呢 他又说到 生命在他里面 所有存在 真正的生命 特别这里面 约翰解道 生命是人的光 真理在他的里面 人认识真理 才有生命 而这个真理和生命 都在他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存在 的根源是子 是道 万物借着他 他使我们从非存有 变成 成为存有 而这种存有 又持续的 要靠着他 才拥有 生命 这就是约翰 这个 希伯来书作者 所提到的 他用他全能的 命令 拖住万有 万有 由他而来 而他又 持续的 维系 拖住 保守 护理 万有 持续的供养 使万有 存有 生命 那讲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 在谈论基督的救赎之前 谈论耶稣的救赎之前 耶稣是谁 正是因为这位 太初的那位道 先存的那位道 与父同等 同在的 这位神性本质 这位神性的位格 他创造了万有 万物借着他造的 我们这些被造的 就和他 有了这样的 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们是借着他 依靠他而存在 而借着他又 存在的同时 我们所有的生命 又依赖他 存有 所以正是这样的关系 他来实行拯救 所以当我们认识 耶稣是救赎之前 我们要认识到 他来做我们救赎之前 他是这样的 神 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 就是信靠 虽然后来是 道成肉身 显现出来 然后为我们定时价 等等 教导我们 成为我们 这位幕后的先知 带给我们真理和生命 福音的信息 做成福音的这位 但是 这位耶稣 不只是老师和先知 而是太初的道 那这样的信息呢 却往往被今天的 教会忽视 就是在基督论上 我们所谈论的福音上 只是从功能上 所谓的功能性的基督论 工作性的基督论 只是为我们定时价的耶稣 所以信他就能够得生命 罪得赦免 却忽略了这个位格性的 存在性的 他本来是谁 而我们所依赖的那个功能性 就是基于他是谁 所以他担当了什么职份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敬拜他 不仅因为他是这样 做了这样的工作 对我们带来益处 我们敬拜他 更因为他是谁 认识他是谁 然后认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办查经会 我们要学习神的话 而这个话 就是在启示 这位太初的那个话 那个道 万有借着他而造 然后万有又借着他而存在 所有存在的根基 就是基于这个道 而这个万有又借着他的命令 他的话 持续地拖住 所以生命在他里面 这生命是人的光 人这种存在和石头植物不同 人要持续地依赖他 和他交通才有生命 在谈论旧欧论的基督之前 我们谈到 我们存在本身就是出于他 依靠他 需要靠他而存在 而后来我们看到 亚当的堕落 就是从这种存在的关系 出于他要持续依靠他的 这个关系里面 开始剥离 转离 开始寻求独立 我们人自己想 寻求自主 自己主管自己的生命 不再依靠他去存在 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死亡 悖逆 然后咒诅的光景 所以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出路是什么 还要重新回到 对他的这种认识 敬拜 侍奉 依靠的里面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这个存在的本源 存在的生命和活力 回归耶稣基督 回归这位道 所以就比起 从其他福类福音 共管福音里面 谈到玛利亚的出生 虽然共管福音里面 其实也暗示了 基督的先存性 因为道成了肉身 那位陆家福音的时候 你要生的那位 称为圣者 这就是提到了他的神性 玛利亚说 要称他为伊玛内利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这个马太福音里面 要把他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其实也暗示了 这位先存性 但是约翰福音 更加赤裸的 单刀直入的 明确的直奔主题 这位道 先谈到了他的先存性 然后才 十四节之后才开始 他道成肉身 然后向我们显明出来 所以这种 所谓的道序的方式 道序的同时 又从他的先存性开始谈 已经道成肉身 然后谈到这位 道成肉身的耶稣的时候 先谈到他的先存性 然后再谈到他的道成肉身 使我们就从另一个视角 更高的视角 去重新认识这位 降生为人 卑微的 为我们受苦的 背着十字架的 被人侮辱 讥笑 弃绝 后来羞辱的 定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他的那个先存的 那种威严 那种尊严 那种超凡的 那种神性 他正是他 使我们存在 正是他 道成肉身 将看不见的 写明出来 正是他 为我们 在人性当中 舍去他自己的生命 成就了这个 无限的赎罪的代价 不够的 无限的赎罪 赎价 所以我们信他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 罪得赦免和救恩 所以盼望我们 从这种 为格性的道 来思想 我们听他的话 这种宣布的 教导的神的话 基础 先要认识这位 为格性的话 为格性的道 因为后面又谈到 这个启示的问题 所有一切的 我们所认识神的知识 都是借着他而来的 所以 他是我们真正的 存在 被造的源头 存在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唯有认识他 我们才能得到 真正的生命 所以正如诗篇里面 所讲的 我们的根 要扎在这个吸水旁 默想它 思想它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里面 才得到真正的滋养 无论我们今天 有多么软弱 盼望我们能够 思想耶稣基督 从他获得力量 在这个险恶的世代里面 充满各样的诱惑 试探的里面 攻击的里面 征战的里面 唯有基督 他才是我们生命的起源 他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也是我们持续依靠的盾牌和力量 所以盼望从他得到力量 让我们能更好的 在这个地上 过他给我们 量给我们的境界 时间 年日里面 过一个合乎他心意 蒙他喜悦的人生 愿神祝福大家好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